1 2 3 4 好的 比赛开始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4CFL春季赛 常规一赛的直播现场 目前是来到了第三张地图 供电锁 率先当然潜伏者的是白杀 率先当然保卫方的是Eastar 白杀还是单狙的一个枪械 而Eastar这边是选择到了双举 一把G是给到了链接 另一把G也毫无疑问的是给到了B长 小雷来了 他这边枪械的选择很有意思 这是两把M141BR 配上两把非QBZ的枪械吗 等一下主持角去观察一下 首先是把辅导下选给站住 对 QBZ天法 两把QBZ天法 两边开局还是做一个默认的空点 Eastar这边也是相对比较常规的一个保卫者的一个站位吧 就看白杀这边要不要拿出一些骗活出来了 小雷来了 Eastar心里 在第一分双方倒去的一个投掷当中 会看到曲子的血量被白杀拿到了一个信息 知道了曲子的一个身位 对突破手来说可能大部队的一个身位也要暴露 因为第一分的雷伤是能够从排分榜上能看出来的 所以投掷手雷过程当中能让潜伏去判断一下Eastar保卫的站位情况 这个时间要来排毕大 红秒的时间排毕大可能就要直接连轻带打过来了 现在包点内只有一个四六 三号位应该是在补防的路上 三号位的小宇 目前时间也是进到了红秒 四六就在点里接着道具 大概率知道说你要这个点进来了 过来小宇先往向后一钻 原地震一排之后走中楼下 而且小兵也补防过来了 两边打了个一换一 四六直接选择去 去A小B小的位置 四六走向回头再解决趁紫阳之后包点渗透进来了 但还有一个小宇还在扛啊 小宇自己的血量也不太高啊 另外一个也是残血曲子 曲子绕的必大 心里这个时间差会带的 14秒先处理C4再处理曲子 下下包 过来刚好是把曲子给骗了出来 滴了两下就把人给勾出来了 对 这个也是小小残局的一个小思路 而且我们看到在第一分结束之后白沙这边队员的一个表情其实也发现了 虽然他们拿到了第一分 但是不是很轻松 包点的这波混战 也是堪堪拿到了一个1为1的残局 而且其实我们看最后 小小也是完成了一个1打2的一个残局 最后的一个人数猎势 人数互换的话 其实对白沙这边来说不是很 关键还是中楼那一口没走过去 嗯白沙的选择是给上正面道具和烟了之后从中楼下去绕这个壁后排 对 但壁后排拐的时候 北伊斯大的人扛住了 嗯 看一下第二分 先给壁大反清烟 给一颗道具 但是人为人没有动 这样也就相当于四六其实没拿到对方这个壁大到底有没有来人这个信息 对 就第一时间吃铲之后直接往回撤了 那现在壁大到底有没有被白沙这边拿下来 还是一个要画上问号 所以这个时间就是让四六去半区的一个判断 而且我们看小宇也是在不断的换自己的身位 现在也是来到了小道 必须直接来了两个人 现在是三人的一手防守 然后四六出来看一眼 刚好刚好错过了 萧桥抓住了机会 听一下此刻的局内交流 啊这是什么 这个拿着道具怎么又回来了 那现在点内直接是放空的呀 小宾过来还自己被穿了一梭子之后 萧桥的一颗雷直接把它送上天 这一分交流有点乱对于伊斯大来说 应该当时是看到小宇这感觉 死亡是要没有看到太多 所以伊斯大当时的一个判断是认为必须是假的 对 这边暂停也直接打出来 现在实际要打一个一打五的 我们来听一下伊斯大的一个长暂停的交流吧 嗯 缓一下缓一下 不是我太晚你们先别着急走 我看我看完了你们再走呗 我点都没收完啊 我先回你再帮你呆了 你说没有了我我都以为他看完了我都不知道他没看完 我一看完他光看了个屏幕b1没有他就走了 屏幕b1没有 消消是在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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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大台上闪的声我一直看的屏幕他们刚回来刚回来啊四个刚回来 哎上把中路 那就是他上个中路没上把 没有 都没有这两本台上是中路 别别别别堵鼻探了行吗 咱踢中路呗 行呀反拉的行 就我逼我逼给你们出去消灭中路就找个眼儿看看中国上 然后那个看他怎么造型 空了都空了我想这把不要这么晚了 咱一分十秒拿去没想一分二十秒最后一个演出来 嗯 一分二十吧好吧 你听到我说啊小心他藏那个三项啊 他知道我是锯牌的你们好像后面没熟 对他就把他只是演会儿 有一把有一把他给完他的三项加那个缝 三项那个点就是加那个缝 待会你走着可以再跟上来 好好好 加加加加 请完毕轻易小近点 其实小雨提出了这个解决思路是有点 从另一个角度去想瓦解下毕大压力的 这个角度还比较难以从第一时间让白杀判断出来的 嗯 可能你想象到我前两分都在你必须找麻烦 你会在毕大做一些什么样的一藏一打呀摆正的动作 嗯你很难立马反应过来小雨给出的几题思路 是我直接中路信息点放在中路是 看白杀这边能不能反应过来吧 包括曲子我们刚刚看他的一个局内交流的一个状态 从刚开始的这个开心的笑到后面无奈的笑到刚刚变成了这个浮头苦笑 确实这两把开局的一个手感确实上下 小心闪光 但听白杀局内交暂停的意思还是想要围绕这个壁区做动作的 嗯 要时间节点往后放一放 对 所以如果真的还是这一套的话 看一死大什么时候进行壁区的回防 小雷来了 集结在虎口位置 毕大可能会来的慢一些 三号位的小雨过来补了颗烟之后 嗯也是顺势让 五号位直接到点里去防守 四路直接缩到点里 毕大的控制拳暂时先不要 现在只要四号位小到下拳拿到了一死大 A半区人多B的币包点要直接来 是我们来听一下一死大这个交流 拉下中路 对对对对 中路一横毕大就提 中路这个横看谁能拿到人数 哎没看到人 哎 会会会 但是白杀这边也 球球 两边都错过了信息时间点 对 去探了 我我只能看 我我给他 信息站上面 嗯 三个人的笔板区 弱房的A包点 白杀要夹A了 这个不刚好是完美错过 对 中路横拉没拿到信息 可以导致说现在变阵的话 不过好像反应过来了 比大的一手单挑 嗯 小坑实行 看你能接几个了 先来一个 刚好 链接这波混烟有所收获 最后只剩陈子阳位置被锁 十秒的时间 留一点沟通的过程吧 是 因为这一分其实变化点还比较多 像刚开始我们看到一死大堵A 他们选择在50秒的时间中路横的这一波时间 刚好又是白杀两个人凑开的时间 嗯 相当于两边在中路的这个信息线上 谁也没看到谁 对 后续白杀又转回来 通过小小小道的信息点 准备去夹A的时候 伊斯大也反应过来了 但如果上一分白杀走A1去夹这个A包点 伊斯大很难招架的 可刚刚好就是白杀选择的是A2连接走 那这样一手也是打在了伊斯大回房路上 因为伊斯大从A2连接回来抢不到A包点的身份 他们只能摆一手中房输房的站位 刚好是摆了站位白杀来了 对 所以临时的一个选择啊 在中后阶段时间上的信息上的拿取 当两边都错开的时候 就只能看他们临场的一个判断和发挥了 这局势的一个把控吧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我们PL的一个魅力之处 而且这波其实在链接这里 小兵的一个混淹也确实 小雷来了 赚大法了 单挑上面 上一分也是四六在比大拿到了胜利 看下这一次 四六贴前点 换神能不能摔下来 但是这三四个人已经噎着道具了啊 接了一个人之后吃了一个白 后续这颗手雷也是打满了伤害 一包点联青带打直接来 一二位的士星已经在补房的路上了 但是包点内小羽直接被穿掉了 士兴透过一层烟之后发现还有一层烟 对 士兴只能是蹲在这个位置小看一看 高箱下的包 毕大二号位的念旧残血反绕 正面得扛住 正面只要能扛住念旧就有侧身机会 现在一四大三个人在趴在等烟 念旧来了这个位置差不多了 正面只要扛一口念旧身位就来 对好像还没有人反弹 这里第一个背身是谁 士兴又是倒霉蛋 小兵残血不敢动了 两边都有人 对 这波绕后也确实打在了七寸上 很关键 刚好最后是萧萧拿到一把手枪 这样的一个绕后的选择 一是自己身位的问题 二是在包点内和队友之间的一个信息汇总 发现大家都没有太多血 如果迎来一四大包点反扑 跟他正面对枪的话 血量上没有优势 是确实是有一定的这个 呃容错在了 对 嗯 三个人的臂包点 现在白沙还在空点 嗯 此刻一四大臂半区的防守 有点像第二张地图潜艇卷顶那个味了 不一样的是第二张地图是小小单人的一个压制 但这一次其实是白沙 呃时间排点上给到一四大的压力 嗯 在学上一颗烟还是没有辨证 不过时间还够 白沙这张图的潜伏方从今天来看就是打的很 我先给你控一会 B大摆阵不动 白沙这一分对A区的想法很大呀 但是现在也没有人在后点拿B大的一个信息 这边A的道具给上之后 中路 直接是被渗透了 往哪走 嗯 就看小坑失心了 又是失心 中路无难回到这一箱图 发现对方被他压出来了 嗯 但A包脸正面要扑了 书房 现在也有一个人在反 曲子想藏 藏不了一样 曲子这里没藏住 四六从烟里出来先拿一个 小坑是知道有一个四六 对 现在得等队友 四六包安装下来之后 自己也是反了一颗闪 背反了一颗闪 小宇小刀也就位了 嗯 再等一下 小心闪光 两边的一个同步 小宇过来 这个闪过来的一瞬间 刚好是把阳台的人 闪掉 主要是四六这个小坑没挣扎出来 被包点的念旧给收了 嗯 来听一下悲欢教练的权力交流 多了一重必大的顾虑 这就导致于战位分配 对伊斯拉来说怎么都不舒服 嗯 他好像看我一样 我从BW 连接不堪的 我去把大坑 我回过机枪 回过去 回过去 连接不堪的 妈咪 回过去 再空一会 在这个过程当中 小宇回到了A2连接 上马在A区吃亏了 主要是发现你摆阵意义不大 对 不如说落位一个常规 给二的比特 给二的 而且如果这样摆阵的话 A包点 两个人压力也确实比较大一点 现在来贴了 哎中路伊斯拉要做什么 好 三个人要把站位往前去扩 嗯 不会还要横拉吧 完全贴前点要躲那颗顺闪 嗯 正方位是一个主要输出位 这颗组合雷 黄黄口炸了一手 不过去不过去 想要回到两千大币 看一会 好吧 没有伊斯拉想多了 变神怕B了 B没人 你还会B B没人 马面也会B 走路又横了 要大小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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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雾蛋 再去一块 再去一块 但是现在时间只剩30秒了 最后还是判断出来了 嗯 包点三个人会不会有点指呢 两个包点 两个包点 一个大坑一个小坑 这边应该是见好就说了 直接往B大去赶 对 B没事 B B 打B打B 这拉扯麻利啊 对 而且这里这个背身 四号位肯定要拿到 四六在典里 收了一个之后 被吴南给拿下 四号位 刚好这个背身 被陈子瑶抓到 难受了 是 先看这个残局 能不能拼回来吧 3打4的残局 手里道具只剩两颗 小心闪光 大枪大枪 大枪大枪 现在瞄到了尸心 这里跳下来的同时 曲子也被拿下 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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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从正面去来了 五七七 左手的位置 刚好一波交叉枪线 白莎在潜伏边拿到了 目前的第五分 嗯 这个依斯大来说太难受了 因为大家正面信息 我们从局内交流就发现 其实在前期如果 白莎没提速 以斯大换了很多种可能性 B大外趴着 打小道了 对 最终包点全扑过来的时候 发现 中路提了 然后中路提了 准备迎战A包点这个交火的时候 又发现白莎又转了 而且我们从局内交流很明显听到 四六应该一直在回馈 就是B没事 B没事 是 就是 就这会儿其实还没有意识到 白莎已经转了 白莎已经转了 BY已经危机四伏了 对 所以总结下就是四个四 拉扯麻了 而且攻守游猎是 比较明显的一张图 白莎是在潜伏方这边直接拿了五分 对 那对伊斯大来说后半场 对 更是压力拉马 手雷来了 手雷来了 这颗雷 这颗雷还不错 对 还是青B大 煙霧带 给上青B大的道具之后先不着急动 判断一下你这个中段有没有人 因为之前中段是战过人的 B大压出来很快 眼里苗明明苗到右手 念就已经过去了 挡到信息了 枪线暴露了自己的位置 只能往点里去撤 要默认到底吗 B有压力之后就直接补B 但是这个时候 陈紫阳单点把曲子给收了 再收第二个 想到两个人全掉了 那这边可能要一波打A了呀 B点击击 还没有 还要再骗一波 我就是要打牵制 对 而且这边施琴已经被拉扯回去了 现在B大到位趴着四个人 四六先接一个 但是自己的枪位也已经丢出了 从路下这颗烟也给上了 回来的事情帮不帮忙 位置锁定 三个人疯狂的穿 而且陈紫阳单点又断一个 再在后边断一个 陈紫阳今天真是 他这张地图他非常明白单点给怎么玩 只剩石心这里 只能是无奈的穿一穿箱子 这把局去打 一打四的一个挥方也确实不太可能 而且手里没道具了 他连竞点的这颗闪都给不出来 嗯 只能等延散 这里刚好是苗箱上的一个位置 被横了 陈紫阳应该是拿下了单局的四闪 嗯 祝你好运 六比一千 浮边的六比一 在供电这张地图上打出来 这是多恐怖的一个战绩啊 对 就白杀这边整体的一个进攻思路太清晰了 就甚至说我A点掉了两个人之后 我还要去打B 就还要再拉扯你一手 这就对于我们上帝实际来说太清晰了 但是对于Esta来说我们看到他 比如说像一号位的施心 像三号位的小宇 就补防路上太痛苦了 我根本不知道你到底要打哪 对因为他们也赌不起 对 目前这个比分的话 就是丢一分都是给自己的后半场加融错 其实这种情况下去想一下在暂停当中 小宇给的第一个思路就是 既然B大这么难受 中路贴住 那不如你中路主动到底 中路人多的情况下 你去主动找人去拼枪拼残局 有没有这个角度 能够去解一下此刻的这个困局呢 对 因为现在你就打这种默认的话 白杀来回的一个拉扯 你又要去考虑到底去补防哪个半循 就基本全在点儿里猫着的话 信息第一个我拿不到 第二个动向也拿不到 那只能说是白杀这边给点动静 我去补防补防补防补着补着 可能就假假真真假假真真 哪一次就真了 真论的就没 对 这一次又给了A2连接这个烟 5上之后B大要清点 4-6这个声位 往前走了一点 再不走就走不了了 对 吃一颗满闪 但是还能接一个接了一个半 硬换 对 队友补防回来根本抢不到声 点你依旧是拎包入住啊 小道赶紧先抢回来 嗯 然后直接顶前点吗 小语要直接出来 这个刚好是想抓烟齐的这个timing 但是没抓到打了半个 后来一颗手雷也把念旧了血量 再往下压一拍 嗯 白杀这边现在是两个半血 然后小小再抽一个 出来的一瞬间 来回的一个换人最后变成了一个一打一 一剩下诗心和陈紫阳 嗯 陈紫阳的声位 诗心心里是有的 就看能不能稳住了 锁声位了 把人锁在左手四点了 嗯 这感觉陈紫阳好像也着急了 毕竟被驱击手锁在一个固定点位 确实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情 对这波也完全可以等低包啊 战斗开始 终于是打破了自己连续丢分的一个颓势 一三 必须要来快的吗 必须要干嘛 直接A大 B大第一时间给清出来 清点用了很长时间之后 并没有选择直接提 嗯 这边小雨也是回房的路上又回去了 这太难受了 对被拉扯怕了现在都 而且这一分又是一开始 让毕大落在了白杀手里 那一四大更不好判断 这个必须到底来不来了 只能说是把实情叫回去 两个人去看这个B 对 三个人在中路前点一趴 现在白杀也在趴 然后B去给了这么多动静之后 你这个比分的情况下 你有没有着急按耐不住的人 嗯 玩的就是心态 对 对 因为之前陈紫阳是有在小道去拿个 倒过一四大这样的一次机会的 是 中路三个人趴住不动 这个站位后点两个人 尤其是A2连接后点四号位是比较趴这颗顺闪的 但是三号位其实可以往前顶的 他可以作为第一交货点 是 但是此刻就看谁先动手 两边都很有耐心啊 就对一四大这边来说更是谨慎 上半场的最后一分 都很有耐心啊 对还在等 50秒了 终于是念旧率先拉抢了这个号角 二号位先把自己身位交出来了 嗯 直接来提前枪 再等一会 哎看到了 这边打了一梭子之后两边也都 收手了 阳台这个位置得有人去带了 对 中路一刻白直接扑过来 嗯 二楼也要飞 脚下的二号位曲子 被陈紫阳直接找到了 对这边小坑补房的人之后还是被大坑的人给接住 陈紫阳拿了一波双杀 剩下十星和四六 嗯 海量的道具返给小坑 那只能去绕币A1了 白杀这波刚好是阳台这边的人把A2的人给拉扯台之后再去轻链接A1 看看这两杆局的回防二打四能不能成吧 首先四六线掉了只剩下十星了 而且自己位置是暴露过的 曾凉凤里闪身看一眼 两人在打第一箭枪 拉二点的这种真难受啊 刚好是被武器机穿掉 半场又是一个7比2 嗯 有点像上把的这个局本的 像潜艇的上半场啊 嗯 但主要是这张地图它本身 防守端可能天收就是有一定的一个优势 嗯 但在这种局面下 你潜伏端在上半场拿了五分的分差优势 但是也不好说 7比2是我们PL历史上的这种玄学数字 对 开局把陈紫阳给抽下了 嗯哼 这个依斯大尔在上一场打供电的时候也确实有点说法在潜伏这边 嗯 就看今天面对白杀能不能打出来吧 这里率先B大的陈紫阳掉点了 过来吴南链接这个位置 看到了海量的信息 来听一下心魔教练 哎呦吴南 魔法院长又出来了 武器器 A1的位置再帮忙一口中路全断住了 我上半场是你小兵在这里疯狂的放我的血 下半场的我就还你三个一个三杀 吴南上班了 魔法院院长又回来上班了认职了 假期结束 你难受的你就藏着我看一切 不难受不难受你看吧不难受 蹲起两边的一个带看 知道知道知道 ok 除非连结枪的后场就在近点 斗了 完成任务 单局的一手个人能力的杀屏 对 开始吧 包括到后面两边打的都有点急 最后两边枪法在这基本上对了两三秒钟 对两个人就比谁压枪压的快 对而且在伊斯大爆发之前 其实是伊斯大的一手五打三 毕大抽了一个中路上点第一时间又抽了一个 是 结果没想到是被连接二点的无难给关住口子了 嗯 这个连接烟不封也确实付出了一定的代价 方便之后第一分给到了白沙 前编边的双鞠 就得看看 十星和四六两个人能不能 去抽这种人数又是回来 嗯 第一局是有所发挥 但是后续硬是让无难硬生生给掰了回来 第一局也是抢身位嘛 刚好是狙击端是毕大的一号位 对就直接抢了一枪 嗯 这边萧萧吃满白之后枪位让出来 毕大是落入伊斯大尔的掌控之中 对 人上一颗烟 而且在回来的过程当中 肖肖没有听到毕大直追的脚步 嗯 也是让无难赶紧回到A包点进行补防 对 但是反观在这边也还没着急动手 但是有人来藏经阁带了一眼也没看到人 周路横了一眼 对 横的这眼发现肥口没看到人 对哪里都没看到人 此刻小心的就是毕大外反趴以及二楼前点 是 这里两个人已经在往B点走了 A区给动静 想把人往B去赶吗 但现在伊斯大不吃你这一套啊 A区故意营造了一种 我A包脸人很多的假象 嗯 AE再一次的横拉 这个时间差凑过去就是伊斯大真正二楼的反趴 来了 来了 五七千 一口没接住 但是放的血还比较多 哇 十星小雨小兵各拿一个 无难在脚下是雨露均沾 对 见谁就碰一枪 见谁就碰一枪 对放血放挺多的 对 再去跟二楼 架架你安放 A1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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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也没强行去上 但是这里有个小被人看到了 已经没有时间了剩下七秒钟的时间 小心闪光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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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再抽一个 在找爆点里的人 结束结束 任务失败 这把也是 拿信息的同时 反复的去中路和A1去横了 其实白沙的保卫方很主动 他中路横了一波之后 紧接着很快的三个人A1又横了一次 对就导致自己的优势枪位没了下来一瞬间三个人就挤成一团 而且中路横的那一次对于白沙来说临场的判断是认为B大反趴的可能性更大 对 所以形成了两个人的B区 嗯 包括说我们就他第一次横的时候 藏经阁中路各横一眼什么都没看到 对 第二次也没看到 那只能说大概率判断说你在B大外面趴一会儿 不过也不得不说伊斯大这边二楼的一个趴点确实有些研究 主要是反飞那一口打出来了 只要大坑落位人了 后续二楼再想出人就比较轻松 看来此刻防防配合中路 过来吴南这里穿一桌子之后选择先走 曲子先把A1的念旧给收了 知道大坑还有一个A1给隔断烟 再扑大坑三号位的吴南能不能帮到忙 自己血量也没有太多 这里回房也过来 A1启动 吴南残血被收了 在陈紫阳对神摸过来了 陈紫阳这里哪里不过双杀 那有点伤啊 这突如其来是打断了一下伊斯大进攻的节奏 我发现你B大外人摸出来了我直接就走啊 嗯 留四六一个单点自己去玩 但是给了个视角之后再回二楼 对把萧萧给支开了 很聪明的选择 嗯 而且577 在正常的判断就是认为可能会调转枪头打B 但伊斯大给视角玩脑袋火我打你二楼飞 对但是577也有脑袋也有想法 反而你二楼 反而你二楼 但是没看到 四号位 刚好过来就是这一眼小兵 有惊喜 嗯哼 只剩下萧萧一大三 过来了 又是个背神 也算是一个小小的时间场 萧萧带了一眼正面 发现没人 但是刚刚好小兵刚被挑过来 嗯 伊斯大再次的一个追分 总归白沙没有拿到赛点 连续的追分能够给伊斯大带来很多这种逆风枪的一个信心 对 这打下来给我一个感觉 这什么时候变成潜伏者的优势图了 不很好 嗯 主要是在伊斯大每次的爆发之前 他们都能找到人数优势 嗯 之前是在B大 在上一封当中是A1 所以也就意味着伊斯大的一个清点 其实不简简单单的是清中路就完了 他可能会追枪追到你A1贴墙的点位 嗯 这一点让白沙一定要格外去小心 对 他就一定要去拿出一些人数优势才回来 小心被黏上 嗯 这边也是 B大口给上一些道具之后 萧萧枪位继续丢失 B大又是落入了伊斯大的掌控之中 而且在B区有麻烦的时候 二三号尾念旧和吴南两个人都回来了 嗯 真的是要来暴毙的 但是就看这个必须白沙站到什么时候 对 大坑的两个人也没想着反摩 要走的时候人要来吗 也走了 也走了 又是这个完美错过 诶 中路肥口要看一眼 对看一眼 再继续空闭的 我还在这爬 那这一次的进攻可能要来到40秒之后了 对 中路给上A2连接烟 嗯 这个A大片虎 呃 A1是个片虎 中路稍微给点动静 把你协防的人给留住 嗯 两个人被这个烟雾弹可能晃到了 三号位 中路准备做反了 但是B大 E4大要来爆发了 对要来了 萧萧刚好是在这个 台阶下木板下 过来了萧萧第一局没有打到 贴脸的人被萧萧收了 再来一枪 小雨一个小横跳飞过来 抓掉包点那个萧萧四六段 换到了自己绕后的念旧 嗯 而且C4还没下 为队友争取到足够的时间 这里无难从小道拉出来 但是没有穿过 施星 吴七七再来 从一大拉出来 但是自己这个血量和四六的血量都比较低 最后四六这把G稳住了 施星也在收成字样 E4大再追一分回来 嗯 连续追了三分回来 出发吧 除了第一分这个被链接的无难 拿到一波三杀之后 后面也确实 E4这边的进攻打的也确实 找到自己的技术 有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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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拿我给人 四六 小雷来了 冲突 冲突一下抓起动点 记得帮我步枪 杨那谁还有一样 我有我给家里看 冰雾带 就是杨 对冲突要跟你干了 你来我就要刷 你站素墙 你知道吗 我自己当过啊 然后你帮我步枪就行了 对对对 你帮我步枪就行了 你帮我看王王处 先别说话 抓起动点能抓到吗 过来先抓一个吴南 抓掉一个之后 又是一个 五枪过来了念旧 吴南这一 吴南这句话太关键了 对 我抓十多年你来帮我补枪 你来帮我补枪 你来帮我补枪 哇就这句话成为了 这场进攻的一个转折点 陈紫阳 陈紫阳B大摸出来又打隔断 肥口了 放不了B了 小心A 两连接两A1 可以可以可以 这颗钉子什么时候能拔掉 看那边 别走他就扶到去一个 陈紫阳这个位置 拼到了四六的脚步 对而且能让其他人完全听全意去防A点 陈紫阳不掉点必须不回防 对过来了这个点搜不搜 没有搜很可惜 但是屁股后面还有一个直接往上走 自己的一个反飞在收第二个 我想要挑 小心小波 在EESTA连续拿了三分之后 凯莎也是终于把自己的这分赛点分给拿到手里 对上把也是无难与念旧的一个小配合吧 在中路链接这里直接是拿到了三个潜伏者的人 突如一手的这个抓启动点 EESTA没有去想到也没有提防到 对就突然发难 就没想到他扔到去的同时 中路直接反横横拉过来 主要其实中路这一口没有太多人 就A1的念旧补枪 A2主动出击的无难一个人 而且刚刚是只有一个人拉出来了 就包括无难往处拉的时候 只有只看到一个人的一个身位 另外一个人还在墙后呢 导致说补枪也没跟上 两个人手里都没端枪 对 这次中路贴住黄房送过来了一个念旧 一手雷来了 有没有听到脚步呢 嗯 就赶紧撤回来 事情这一手排点刚好是排到了无难 对 念旧前脚走后脚无难来了 无难一来刚好装上尸心的这感觉 而且潇潇想往外摸 在等在等陈紫阳这个单点什么时候来 这个必大的眼睛位不老实 中路又有人横拉 这四成萧萧 来了 先鞠一个萧萧 两个三杀 而且甚至还穿了后面一枪 第四个 三局五杀有没有 陈紫阳 陈紫阳过来了 我们恭喜白杀 第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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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